火红的岩浆不断地从火山口喷涌而出 伴随着轰隆隆的怒吼声 指冲云霄打破了寂静 点亮整个夜空 天亮时分 火山停止喷发 天空依然笼罩在黑烟和火山灰中 这里是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 火山上的沃拉金火山口 本周活动加剧 此前已在7月2号和周边的另一座火山 斯特隆伯利火山喷发过一次 周日凌晨 埃特纳火山再次喷发 来自各地的游客 本周感到西西里岛 一睹火山喷发的壮观景象 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米 是欧洲最高的火火山 过去几十年中曾多次喷发 但这次的喷发异常强烈 火山口喷出大量熔岩和灰烬 埃特纳火山是世界上喷发历史最长的火山 可追溯到公元前425年 新唐人记者李清宜综合报道